骨粒疏鬆 其實骨粒疏鬆的原因有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人會留在家裡 他們不會出去活動 如果他們不出去的時候 他們不接受到陽光 他們就吸收不到維他命D3 因為D3是吸收鈣的最主要維他命 就算吃鈣的補充品 但他們不會有D3 他們也吸收不到鈣 還有有些人會問我 究竟我吃這麼多鈣 會不會有其他副作用 有些人就說可能會有腎石 或者血管鈣化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們沒有吃到維他命K2 因為K2其實現在有很多文獻 都告訴我們 其實它會幫助鈣是正常的 去移到正常要去的地方 譬如說他們應該去到骨的地方 那些人才能吸收鈣 否則他們就會去到血管裡 就會變成了血管鈣化的問題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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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